谁想和他蛇吻 那可真是个天才 变色龙拥有世界上最快的蛇头 仅在0.05秒内 出塘速度就能达到97公里每小时 强如螳螂拳也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他的大嘴肆意揉力 没有任何昆虫 能在他的蛇头下安然无恙 在热带雨林中 鲍文变色龙可是真正的大师 他的视力堪比鹰眼 拥有的两颗360度旋转的眼球 视力更是人类的无畏 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对 而一只鬼鬼祟祟的倒掉者 幽灵螳螂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伪装的像一片枯叶 在森林中不仔细看 根本察觉不到 但鲍文变色龙的眼睛 却能察觉到最细小的动作 如果幽灵螳螂保持不动 那么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不巧的是 他也正好在捕猎 在昆虫的世界中每一次行动 要么是饱餐一顿 要么就是成为别人的一顿 而这只蟋蟀竟如此主动 不免让他直流口水 最终还是忍不住出了手 哎呀手滑了 幽灵螳螂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变色龙早已扭头锁定了他 舌头瞬间就击中螳螂 肌肉味 大翁脆 这一切都被拎一中 手指大小的变色龙尽收眼底 看得他十分羡慕 在丛林中 很少有昆虫能逃过变色龙的狙击 不过 要是给豹文变色龙天天刷手机 那他会不会得进食呢 对 吃饱喝足之后就是巡视领地 顺便看看妹子 真的是顺便才看的 正所谓英雄所见猎童 另一只豹文变色龙也是这么像 所有的雄性都是自私的 他们不会让任何一只雄性 接近自己的另一半 但遇上不怀好意的同类 那他会以另一种方式决斗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眼前这根树之上 他们都想要占据有力位置 在开始之前 宝文变色龙的皮肤颜色 会变得非常鲜艳 这是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信号 更是一种挑衅 他们在同类面前不玩虚地和偷袭 争斗招式简单粗暴 就看谁的力量大 谁的头铁 那他就能打败对手 让他沉浮 经过一场惊险刺激的决斗 胜利方可以独占这棵大树 并占据有力位置观察妹子 而败者时辰 失败者就只能另寻其他地方了 这是最了解昆虫的植物 它看似美丽多枝 实际危机四福 茶叶茅高菜是一种 具有捕食昆虫能力的植物 它的叶片成叉状分裂 叶子上覆盖着细长的红色线毛 每根线毛的末端 都挂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滴 还散发着独特香味 对昆虫来说 这是无法拒绝的美食 这种蜜之一样的诱惑 能让所有昆虫蚊之所变 疯狂地想要尝尝这个可口的秘密 但这些可不是谁都能吃的 这些可都是线毛分泌出的 晶莹剔透的粘液 任何贪吃的猎物 一旦触碰粘液 便会如同胶水一般将它沾住 等受害者察觉到不对劲 想要挣脱的时候 插叶毛高菜敏感的线毛 便会立即传递信号 叶边会迅速反方向 卷曲收紧 将猎物牢牢捆绑并包裹起来 同时会分泌出大量的消化酶 将这些贪吃的昆虫 一点点消化殆尽 但这样的捕猎方式 还是有些原始和浪费粘液 而另一边的远房亲戚 李早 手段看起来就要高明一些 李早是植物界最快的杀手 主要生活在湖泊和池塘的水下 它的周边布下的陷阱密密麻麻 这些捕虫囊就是它的秘密武器 在生长途中 每个捕虫囊里面都有部分真空结构 囊口是一个单向半膜 在机关位触发时 它能将水格挡在小囊外 周围游动的是蚊子的幼虫结卷 也是李早的主要猎物 虽然没啥颜值 但它捕食蚊子 如果家中身受蚊子困扰 不妨养上那么几株 李早的捕虫囊会分泌甜美的气味 吸引猎物来到囊口 当猎物触动李早的刺毛机关时 囊口的膜就会随之打开 猎物便随水流吸进入囊里 看清它是怎么捕猎了吗 没关系 让我们把速度放慢240倍 咱们就能看到细节了 只需要轻轻的一碰 半膜便会打开 里面真空的部分会形成巨大的吸力 将猎物吸进小口袋里 从触发到捕捉 至少比人类眨眼还要快5倍 这个膜从反方向是推不开的 被抓住的猎物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接着就会被一点点分解 等里面的猎物被消化吸收完后 古虫囊便会重新打开 将里面的水和残渣一同被挤出 等着下一个猎物送上门来 饭后一条虫 神仙也摇头 动物界也有自己的瘾君子 这是一种会嗑药的马龙 因为保暖私盈域 所以迷上了这些置换物 觉得自己孤独寂寞冷的时候 便会去抓几只辣条马鹿 缩缩喂党 九九城西汉 在马达加斯家岛 千足虫经过千万年的进化 终于是掌握了一身的本领 遇到危险时 会分泌出一种致命毒素来滋味 充满毒素的身体 只需轻轻一口 就能毒死那些不长眼的玩意 直到他遇见了这个愣头青 一口提神醒暖 两口永不疲劳 三口长生不老 没真的 你笑胡侯太疯癫 胡侯笑你看不穿 一口毒液下去 又回到了个战天亭吃盘桃 看些女的美好日子里去了 虽然她们是胡侯 但这样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可怜的马路 好不容易净化出了毒素 却成了别人的玩物 其实是因为马路的毒液 可以去除蚊子 防止胡侯被蚊子叮咬传播瘧 经过长期净化 就形成了胡侯的习惯 蹲在树上随手一逃 一条可口的马路就到嘴子了 然后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只要力度刚刚好 只会猛逼不伤脑 马路分泌的少量毒素 就会使胡侯口水直流 很快便进入一种飘飘欲仙的状态 当自己爽完后 它们还不打算放过这只蜡条 口水混合着毒液 全部涂抹在毛发上 以及不可描述部位 防止被虫子叮咬传播瘧 用完后随手一丢 方便下次使用 会过日子的马路就是不一样 而会享受的可不止有胡侯 聪明又贪玩的海豚 为了追求自己 也会选择嗑药 马路吸马路 海豚吸河豚 河豚的毒素可不是闹着玩的 别看河豚生气时挺呆猛的 但河豚会释放一种叫做 河豚毒素的神经毒液 只需要一丢丢 便能收割掉一个人类 尤其是内脏中的毒素 因烹饪不当导致中毒的 每年都有上千人 但这些河豚 在这群宽文海豚面前 全都能够玩物 宽文海豚为了追求自己 会追着河豚咬 把它们丢来丢去 逼迫河豚释放毒素 也不多 只需要一点点毒 就会对海豚产生致患效果 虽然这样还是挺危险 但贪玩还是战胜了恐惧 在海豚圈内风靡意识 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学偶